一天,抱你妈不想上学,就决定装病 妈妈我肚子不舒服,不想上学了 好吧,你好好休息我去帮你请假 儿子,请好假了,喝口这水吧 妈妈这水怎么怪怪的 我往水里下了点泄药,装病就要装小点 妈妈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小时候听姥姥讲故事,王子和白雪公主结婚了 后来美丽的公主有了外遇,离婚了 七个小外人都娶了普通的农家女孩 快乐地生活着,王子实在太可怜了 后来我看了书后,才知道姥姥讲的不对 可能是姥姥年纪大了,记错了 知道有一天,我偷听到姥姥和妈妈讲话 您给小妮妈讲的故事怎么和小时候给我讲的不一样呢 小妮妈长得像她爸爸,将来肯定找不到漂亮姑娘 让她以为美女都很坏,将来她被拒绝就不会太伤心了 姥姥对我真好,等等好像有什么不对 光当 隔壁什么情况 原来是抱姨妈,她怎么拿着菜刀,还有鞋 抱大哥,平时我是隔着墙偷听过,但什么都没做 嫂子是和隔壁的老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在杀鸡,不小心割刀自己手了 等等,你刚刚说什么 老王,开门出来,我请你吃鸡 老公今天路上遇上了色狼 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她 老婆你被那么大剑干吗?你直接亮出你的胸毛就好了 你他妈在逗我 从前有位王子祥许一位公主 以为公主来到城堡,王子决定考考她 王子将一粒豌豆放在床铺下让公主睡 第二天,王子,床下有东西各得我睡不着 皮肤这么闷,是位真正的公主 王子走后,老王快出来 你多床垫下面干啥,各死老娘了 你拉屎的时候一定要看暴走日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